第2427集 赤子小松 每一种仙金都有与众不同的价值 神狠紫金若是被祭练到通灵通仙的地步 与主人灵魂交融后 可以捕捉天地间的大道符文 尤其是进入古迹探索一级时 有这种仙宝在手 或可能摩刻下古代人物道留下的各种符痕 妙用无尽 虽然有这种说法 可是古往今来还没有见谁 将神狠紫金祭练到这般逆天的地步 赋予了他全新的生命 通灵而神 这个少年是怎么做到的 传说唯有进仙的人才能有这种神通 神狠紫金筑成的松塔 更有九层 每一层都盘坐着一个先尊 这是人们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们在送不同的经文 隆隆而动 他借此神他得到过很多经文 尽管都是残缺的 但还是让人震撼 不要说是地府众人 就是后方的诸圣也都快傻眼了 世间有两种神物 有这种捕捉天地道文的逆天可能 一是通灵通仙的神狠紫金 二是仙玲珑 不过后者不实用 相传唯有在仙界内得到仙气滋润才可用 在这一界几乎没有意义 神狠紫金不是没有人得到过 可是炼成这般通仙的却仅此一份 与修为无关 与持有者尽先的本性有关 叶凡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弟子 真的是可以震动世间 所有人都发呆 世间真有这样的人吗 难道说他将来会成仙 这等表现震撼人心 比叶童的战力更加让人忌惮 因为谁都不知道 这个腼腆的少年将来会成长到何等地步 国义帅彻底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他不是有意欺骗我们 而就是这种心性 赤子之心不被红尘所染 纯净无瑕才得以尽先 想通后 他生起深深的忧虑 杀了他 他命令阴兵阴将打开那座囚龙 让所有人都倒退 欲让那个曾经在这个世间盖带无敌的人出来 斩杀小松 低沉的咆哮传来 像是有一头洪荒时代的野兽 被封印到现在 此时在嘶吼 朕的人魂魄都要离体而去 浑身欲裂 这种声音如闷雷一般 让每一个人都双耳嗡嗡作响 血液都快突破血管冲了出来 浑身雷鸣 这是怎样一个强者 还没出现 光是这种低吼就有这般穿透力 让人原神都要炸裂了 果然是可怕 朱胜倒退 不敢再近距离内观战 至于阴兵阴将也是如此 如潮水般退去 让出一个巨大的空地来 星空下有一辆战车 上面有一座牢笼 通体鲜红如血 像是黄血赤金铸成 因为有意以头头血黄浮显缠绕在上 可是仔细看却发现 它只是一种可怕的木质 有人认出了 这是地府掌握的一种神木 明皇血木 众人心头悸动 这种神木对于阴灵来说 是一种至高枷锁 主要被困当中 必然难以脱逃 相传 这是先死去化成明魔后 凝结成的死亡之种 又经过黄血浇灌 而长成的一种棋木 专刻阴神 它有着天大的来历 世间仅此一株 不会有第二株 同不死药一般 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明皇血木 曾经流传出来过 据说可以炼制各种邪气 很是可怕 给昔日的诸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牢笼内铁锁链叮咚 撞击在明皇血木上 发出一串串的火花 可见它有多么的坚固 神兵力气都难伤损分毫 当中有一个老者 白发披散 手脚都有沉重的枷锁 连在明皇血木球龙上 而身体上更是刺有很多神针 神针不是他物 而是以明皇血木消成 长达多半尺 全都身身刺入这个人的体内 这是一种禁止 可确保他不能挣脱与发难 这个人是谁 所有人都在猜测 能够被地府兴师动众 用这么多大军护送的囚徒 一定有着天大的来历 而且既然地府放话 要以此人来灭夜童等 必有很大的把握 谁都知道 地府收集万古来的最强尸体 此人被这般对待 也许身份极度逆天 是修炼史上威名赫赫的盖世人物 战奴将他杀了 鬼帅喝道 他手中有一个法器熠熠生辉 像是一个罗盘 他轻轻转动 囚龙内白发人身上的神针 全部弹跳了出来 没入罗盘中 咳嗒一声 战奴身上的铁锁链 直接就崩断了一些 一股强大的气息 像是星海沸腾一般冲了出来 震撼了星空 所有人都悸动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般强大 这才刚一解封 就浩荡出这样的气息 这不是法则的波动 而是肉身的一种本源力的释放 铺天盖地 如同骇浪 将远处的圣贤都拍击的翻飞了出去 不能临近 这是一种大威士 哗啦啦的 他的手脚上依然带着枷锁 不曾真正打开 沉重无比 但是与囚龙相连的部分已经断了 此人站了起来 身材竟非常的高大 走出囚龙 白发披散 如一座风碑般 屹立在星空中 有一种不朽的气息 突然 他仰天长笑 满头白发 凌乱飞舞 露出真容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圣贤大口喷血 身体矩阵 他们已经退得足够远了 可是依然受到波及 每一个人都惊悍 这个人的来历与强大 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可怕 雪白乱发下的脸庞上充满了皱纹 可是却能看出 他西年时的轮廓 刚毅 冷漠 自负 超凡 他年轻时 当是一位英气逼人的高大男子 即便老去了 也是雄姿不减 众人吃惊 没有彻底觉醒的古诗 他的血气不曾衰败 好怪异 怎样保存下来的 身材高大的老人 眸光中有血雾 有阴霾 不是很清晰 更像是有血垫在胶织 混乱 狂躁 有一种蔑视的气息 鬼帅手中的罗盘 发出赤圣的光 他喝了一声 毙掉他 而后 他就从原底消失不见了 所有人都动容 这个白发古人到底有多强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 根本就看不透 没有法力波动 只有一种最本质的肉身原理 就同当年的叶凡一般 靠着这种本能就能占这一世的英杰 动的一声 他向前买步 宇宙被踏裂 十方星辰都在颤抖 他逼是小松 向前走去 后方有人喊道 少年快走 这个人明显比你修为还要强 多半是昔日的至尊血脉 走一大城 灯林绝颠了 许多人都对这个容易害羞 很腼腆的少年心有好感 不忍他发生意外 出言相劝 小松没有退 眉心光芒大盛 出现一个宝伦 照耀出惊世的光 口中清缓 伯伯 你怎么了 快快醒来 不少人都露出疑色 那像是一种特别的秘书 能让人的魂魄激荡起来 许多人都有即将灵魂出窍的感觉 地府众人都是一正 而后露出惊色 这个少年太不一般了 到底都掌握了怎样的经书秘书 所有人都不自禁的望向他的那座倒塌 此时第五层尤为璀璨 流动鲜光 绽放锐彩 那里面有一个人盘坐在宋经 加持在小松的身上 让其眉心前的宝伦更吃剩了 发出阵阵的龙吟声 这是 福西大帝的龙吟道贺 国一帅震惊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脸色有些苍白 这对古诗影响非常巨大 尤其是对这种将觉醒 而又懵懂的战奴来说 如一盏明灯在接引 所有人都惊悍 一些强大的修士望向神痕紫金塔 眸光火热 这可真是逆天的东西 摸刻下了绝不止一卷残经那么简单 第五层塔发光 有经文闪耀 密布虚空中 而其他八层同样有虚影盘坐 想来也都是残经了 这个小家伙来自哪里 去过哪些古迹 竟然依靠此通灵通仙的道塔 得到了这么多经文 实在是惊人 也有关键的级末级